自古英雄配美女 才子配家人 现在想想这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尤其把这句话放在娱乐圈 这个百花世纪 就更加清楚的体会到 是问娱乐圈哪个女明星 最后的归宿与豪门无关呢 虽然不能以偏战权 但是总是有太多的例子了 比如大约的女明星 李大S嫁给台湾富二代汪小飞 跳水皇后郭晶晶 与香港豪门之子顾启刚 情儿 王燕嫁给富商王志才 还有曾经轰动一时 鲁志恒 与香港永安集团公子郭永春婚饮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说说 豪门婚姻里的幸与不行 相信大家都看了幸福三重奏 李大S与汪小飞的相处 应该都被里面的汪小飞所圈着 看到老婆因为电影芳华伤感落泪 只是默默的披着一件外套出门 去给大S买吃的 想想自己下出所大餐 肯定能够让大S开心起来 而且经常会帮大S捏捏脖子 捏捏脚 看得出是真的爱极了大S 这才是结论开头就宣传的 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郭晶晶与霍启刚这一对 是真的让小编我大跌眼镜的 想想霍启刚是谁 那可是香港知名的霍氏第四代长子 身份是不言而喻的 一直以来小编以为豪门之子身上 总是有着一些坏毛病 但是没想到霍启刚 居然会为了配合郭晶晶的事业 而苦等八年 直至郭晶晶退役了才结婚 婚后两人也是十分的甜蜜 时不时就在网络社交上撒狗粮 献杀旁人 说了两对生活 在幸福中的女性 当然也要打破一下大家美好的幻想 毕竟幻想很美好 现实却骨感得很 王爷 我想大家都认识吧 这个就是当初火遍大江南北的环珠格格 你扮演温柔可人的晴儿 晴儿在自己大好年华里就嫁给 能比自己大了12岁的男人王制裁 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豪门阔台 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 晴儿在家中的地位可并没有多高 有看过采访晴儿和他儿子的视频就知道 他儿子都自己说 会在家里跟妈妈吵架 甚至还动手打过他 虽然都知道童言无忌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晴儿的真实处境吧 多令人唏嘘啊 但是我觉得嫁入豪门 最惨的我遗就是武志恒和郭永春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晓郭永春的名号 他可是香港永安集团的太子爷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 而他的老婆武志恒明显 在家庭背景上书给他不知道多少 因为武志恒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医生 虽然家里也是有保姆的 但是在香港那里只能算是中等家庭 武志恒与郭永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他们的故事就像我们现在看的小说故事情节里一样 从彼此的青春年少一起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22岁的武志恒做到很多女孩做梦都实现不了的美梦 年纪轻轻就嫁入了豪门 但是武志恒在与郭永春恋爱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极度的自卑 虽然自己也是毕业于名校 但是跟郭永春相比实在是相形见处 婚后的武志恒在郭永春面前都是很不自信 非常在意郭永春说的每一句话 甚至爱因为他说他变胖了 就开始疯狂的减肥 以至于后面患上了焦虑症 忧郁症 身子比以前差了不知道多少 为了治病已经做十几次的手术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如今的武志恒已经只剩下四十次筋 想想这画面有多慎人 就是一副还鲜活的骷髅假吧 本来郭永春看到自己的爱妻患病 也是放下所有的工作陪着他安心养病 但是后面两人都已经对彼此失望的 最后已安然离婚收场 但是离婚后的武志恒 还是被郭永春照料得很好 每个月给他支付四万月的赡养费 身患重病的武志恒 开始逐渐怀疑人生 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拜前夫所赐 尤其是他现在身处在这么痛苦的境地 他却在一边逍遥幻幻 另结新欢 所以便经常在网上痛骂前夫 说自己是被抛弃的 相信对于这种事情 好